又有受险公司要出售 美商宝德信仁寿修正全球经营策略 打算逐步退出亚洲市场 以在台湾深耕30年的宝德信仁寿在台字公司 将包裹出售 以与金管会沟通 并开始接触前在买家 预计年底前完成出售 若是卖给本国金控或受险业 则台湾外商受险又将少一家继优生 台湾不非目前传出可能的买家 包括玉山金控、台新金控、元大金控、赵峰金控等 即没有受险子公司或受险子公司规模仍不大的监控 亦不排除有受险公司愿意买客户方式 评估订购保的信仁寿 但在出价上恐就差距极大 过去台湾的受险公司出售案 从卖方补贴价装、亿元到六百多亿元都有 仍要进行实地查核的阶段 不到最后很难说保德信仁寿可卖多少 保德信仁寿对此表示 保德信金融集团正在严厉台湾受险业务的策略计划 包含出售的选项 依照公司政策 对于潜在的交易内容细节我们不予评论 并没有否认要出售在台湾公司 另外 在台投信基金公司部分没有打算出售 截至去年九月底 保德信仁寿在台湾公司总资产是新台币1777亿元 在21家售险公司中仅排16大 因为经营理念诉求爱与保障 主要只卖保障型商品 去年全年亲戚约保费33.4亿元 排名全年届第二十大 但也因为很少卖储蓄嫌保单 在接轨IFRS17时 出姑保德信仁寿在台字公司 并不用增提太多准备金 台湾保德信仁寿规模不大 净值约86亿元 又不用增提大量准备金 受显议